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Python与设计模式例谈二 在设计模式当中,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式有很多 这里我们主要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策略模式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介绍完了 这节课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模式叫做装饰模式 装饰模式它的作用是一般来说通过继承可以获得负类的熟性 并且通过重载来修改负类的方法 而装饰模式可以不予继承的方式而动态的修改类的方法 装饰模式可以不予继承的方式来返回一个被修改的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实现 也就是在一般的面向对象语言中 它是怎么来实现的 首先我们启动编辑器 保存一个文件 建立一个类 这个类呢是被装饰的类 在这个类中我们实现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将要在装饰器中修改它的方法 这样呢我们在装饰器中不对它进行修改 我们在装饰器中修改这个类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通过装饰来修改这个类的方法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类 定义这个类的构造方法 此时我们传入要被装饰的类的名称 然后在类内建立一个自有的变量 对这个类进行实力化 定义和被装饰类相同的类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要被修改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改的方法里面 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 先输出一个信息 然后呢我们调用这个被修饰的类的 be-ended form方法 第2个方法 第2个方法 在主程序中我们使用它测试 首先对被装饰的类进行实力化 然后分别调用被装饰类的 修改的方法和保留的方法 紧接着我们来修饰这个被修饰的类 首先实力化 首先实力化 decreate的这个类 在实力化时我们将被修饰的这个类进行传入 这样我们调用这个修饰过的类 调用这个修饰过的类 它的be-ended form和be-kept form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那么此时可以看到 当我们第1次实力化被装饰的这个类的时候 然后呢调用它的两个方法 输出的是sauce form和kept form 而第2次 我们对被装饰的类进行装饰 装饰以后呢返回的这个实力 就可以 修改它的被修改的方法 也就是start sauce form 此时这个be-ended的方法 需要先输出一个字符串start 然后才能够输出sauce form 就是用装饰来 实现了对原来的被装饰的类进行修改的 这种方式 而第2个方法呢 没有被修改 直接输出keep form 这是在python语言中 使用传统的方式来通过装饰来修改类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 装饰模式的另外一种营入 首先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新建一个类 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I need 定义一个 虚拟方法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装饰类 定义这个装饰类的修复方法 定义一个继承了 这个装饰类的类 同样我们也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但是这个构造方法 传用的是vote 也是它的参数 首先 也为它定义一个 实力变量内 再次给你修复方法 我们可以修复方法 此时我们输出 self.name 然后输出 self.vote.name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再定义一个 这样的类 或者它进行修改 将sugar 改成sort 然后在组成器中测试这个类 首先实力化 首先实力化vote 然后我们实力化 sugar 同时呢传入vote的实力 实力 然后调用sugar 然后调用sugar的 修复方法 再次来测试 sort这个 对象 同样的 同样的传入vote的实力 要用sugar的 修复方法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出第一次呢 输出的是糖水 第二次呢是 盐水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呢是用sugar这个类 来装湿 或者说修湿了vote 同样的 你也可以定义一些其他的原料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给它进行装饰 那么这是装饰器 实现的另外一种思路 它也可以解决 另外一种 常见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看 实际上呢在python语言中 是有类装饰器这个语法的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类装饰器 来装饰类 实现了对类的修改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代码 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装饰器 所以这个装饰器是用来装饰类的 所以这个装饰器的参数为a plus 就是某个类的意思 在装饰器的内部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类 此时我们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我们为它传入了两个参数 age和color 被传入的类 进行实力化 由于这个传入的类需要参数 所以呢 它提出一个参数 age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display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 display 方法 和这些数字 和一个参数 我们定乱的 头画 这是一个装饰器 它可以装饰一个这样的类 进行它的构造方法 为类似的实力属性进行复制 定义它的display方法 直接输出实力属性age 这个类可以被装饰器 以eco来进行修饰 在python言中装饰器的语法为 这样它就实现了装饰器 实际上我们来了解一下语法具体的实现 就是将类cat传入了函数eco 然后在函数内部 我们新进行类 并且这个类是对被修饰类的 进行一次包装 包装完以后 这个地方少一个返回 包装完以后 直接返回新的包装后的类 保存这个程序 在主程序中 我们来测试它 首先实力化 cat这个类 比如说12 同时传入它的颜色 然后调用c.display 保存它运行 实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cat 本来它的属性是有age 而在显示的时候 只显示它的年龄 实际上我们在使用了装饰器 对它进行装饰以后 这个cat类 就好像具有了颜色这个属性 并且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如果我们将这个cat的装饰器去掉 把它注射掉 此时 再来运行它 它是错误的 因为呢 这个cat只有一个age这个属性 我们传入了black 那此时我们将这个black也删掉 保存它 运行它 这是正确的 但是呢 没有装饰器的装饰 这个cat只有一个age属性 而没有color属性 因此这个装饰器实际上呢 就是为cat增加了一个属性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装饰器 来修改它的属性 甚至呢 修改它的方法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了在python 语言中如何实现装饰模式 本节课的作业是装饰模式的用途是什么 如何用python特有的装饰器来修改类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